我們今天要講養肺如何預防吸收的情況 在中醫的角度 其實五臟六腑的病變都會造成吸收 而其中肺臟是最關鍵的臟腑 脾胃產生的防衛氣之後 其實是由肺去調配 所以肺是對身體有成長保護的作用 舉例,在古代呼吸道傳染病的一個大的種類叫瘟病 著名醫家葉天使說瘟邪常壽,首先犯肺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肺臟的健康對我們預防這類疾病是很重要的 我們怎樣去增強肺臟的健康呢? 第一,首先我們要戒煙,減少飲酒 因為煙酒除了致癌外 它還會損害身體肺氣、肺陰、增加肺氣的疾病 第二,我們就要保持我們的胸背 煙喉這些位置的寒熱溫度適中 第三,就是我們要保護我們的脾胃 你可以看一下這幅圖,就是肺經絡的圖 其實肺經絡是源於中焦脾胃這個位置 而且它會向下聯絡到大腸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平時如果脾胃混化水質不好的時候 痰就會上到肺的經絡,影響肺的疾病 而且如果大便不通暢的時候 也會影響肺幹氣的功能,造成吸收 整體來說,就是我們平時要減少甜的肥膩 濃脂的食物,或者是適量的蔬果 去保持大腸的通腸和腸胃的健康 這樣就可以減少吸收的發生 再另一方面,在情緒上都會影響身體不同狀況 而悲傷的情緒會特別影響肺臟 所以我們要適當去抒發悲傷的情緒 不要過分壓抑,減少接觸一些引起悲傷的人同事 例如看得新聞過多,現在的情況也會這樣 再另一個方向,如果是太多說話的話 都會傷到肺氣 在孫師廟也有說,多餘即氣罰這個提倡的說法 所以我們盡量減少過多過長期的說話 去保養肺氣,減少吸收的情況 坊間認為很多潤喉潤肺的食物對肺也是好 例如川貝、琵琶、羅漢果、雪梨等等 但要留意這些食物,往往是帶點寒的性質 和過分滋潤,有時會生淡 特別你可以看看我們網上搜尋一些膩胎厚的圖 和肩甲側巾有齒痕、舌膩淡色 這些類型的體質的人士,滋潤方面就要小心 它未必是不夠水分的 它反而是皮胃不好,輸送不到水分 這些人士就不要亂滋潤 好了,到最後了 有一些穴位的按摩運動都可以對肺有保養的作用 譬如說,鎖骨對落這個位置有勻緩緩緩 可以適量做一些按摩運動 另外,在我們的手腕、手指弓這個位置有太軟緩 我亦都可以做適量的按摩運動